主業團創辦人的第一位繼任人是歐華盧 2014年9月27日 他在馬德里被拆封城為真風 現在教會正在研究第二個奇蹟 這個可能讓他可以封城 在這個時候 教會只需要確認多一個是靠他的代討而發生的奇蹟 並且得到教宗批准的話 就可以宣布他為聖人 在9月19日 調查在墨西哥利昂教區進行 當地宣稱 有一個奇蹟是因為增幅歐華盧的代討 而獲得特殊的治癒 調查結果隨後已經移交聖座封聖部 可能的奇蹟是一個墨西哥男子的特殊治癒 他經歷了撞車以外 一匹馬在他駕駛的時候衝出來撞向他 使得他受到創傷性腦損傷 當他到達醫院的時候 他的情況已經是非常危台 對他進行手術的外科醫生 按程序跟他太太說 看看我們不知道他可不可以存活下來 尤其是如果他能夠生還 他將會是怎樣的情況 每個人都覺得他會生還 但會患有嚴重的記憶障礙 不可以說話或者行動不變 但情況不是這樣 仔細研究這個案例的醫生發現 透過醫療干預 他可能會存活下來 但是他要完完全全康復 和沒有後遺症會是很特殊的 然而封聖的過程將會漫長 不因為第一階段 教區階段剛剛才完結 調查的結果已經送往聖座封聖部 他們現在會調查案件有沒有遵循既有的法律要求和程序 之後案件會交由醫學委員會分析 醫學委員會批核之後 案件會交由神學專家進行研究 然後再交由聖座封聖部的主教和書記處理 最後教宗對增幅歐華佬是否封聖擁有最終決定權 Receб余阿米澄聖部的八太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